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其中按25996花莲县公共场所足迹 4月2号和4月4号 行经玉里镇便利商店 普什格门市还有马古达爱部落等场所 玉里镇长江东城在接获通知 第一时间就立即责令公所环保 及殡障管理所清洁队员前往进行清销 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其中按25996花莲县公共场所 足迹4月2号以及4月4号 行经玉里镇便利商店普什格门市 以及马古达爱部落等场所 镇长江东城在接获通知的第一时间 就立即责令公所的环保清洁队员 前往进行清销工作 清洁队前往普什格门市 以及马古达爱部落进行全面性的消毒 同时也不放过镇上的主要据点 像是黑熊市集中山路以及玉里圆环等等 马不停蹄的前往各据点来进行防疫消毒 公所也呼吁民众勤洗手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 只有持续做好个人防疫以及卫生工作 才能够持续坚守住抗疫的每一道防线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猜报道